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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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铺装修中常见的字体类型分为以下四种 有手写型字体 线型字体 规整型字体 及书法字体 一 手写型字体 手写型字体是一种用硬笔或者软笔纯手工写出的文字 这种文字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 灵活多变的形态具备趣味性的特征 手写型是因人而异 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手写体可以表现出一种不可模仿的随意性和不受局限的自由性 适当的手写体 让店铺风格更加淋漓尽致 了解了什么是手写型文字 下面我们来看看手写型字体 在实际中的运用 如图漆 枣家核桃的字体设计 使用的蜡笔的质感 笔画中带有留白 不但体现了个人的设计风格 同时给人留下了一种自由俏皮的视觉感受 同时字体排列错落有字 标题与广告语之间的字体设计相互呼应 整体形成块面感 画点线为面 使整张图设计感强烈 能够给顾客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 接下来 再看下图 美味冬枣的字体设计 运用了手写型字体随意性和自由性的特点 让字体具有趣味性 枣字使用圆笔的写法 与产品冬枣的特点相辅相成 同时给顾客一种见字如物的视觉体验 又不失设计整体的趣味性 二 线形字体 线形字体指文字的笔画 每个部分的宽窄都相当 表现出一种简洁明快的感觉 在店铺视觉中较为常用 常用的线形字体有 方正细圆简体 右圆的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 线形字体在实际中的运用 如下图所示 设计中将红枣二字 线条化 规范化 字体笔画均匀 粗细几乎一样 字体外形整体设计为方形 结构上书下密 显示出平衡稳重的视觉效果 而左上角又用图片切割画面 使设计不失节奏感 同时给顾客简单明了的 信息传达 三 规整形字体 规整形字体是利用标准 整体外形的字体 可以表现出规整的感觉 利用规整形字体 借助文字间的排列组合 不同长短的文字 可以很好地表现出 画面的节奏感 看着给人以大气端正的印象 如下图的设计 就是运用的规整形字体 字体的结构严谨 笔画整齐统一 外形规整 主题明确 有着严谨现代的设计风格 在字体排列中 字与字之间空间较大 规矩有余 高低错落有致 大小对比感强烈 整体节奏感强烈 简约而不是大气 同时能够给顾客留下 深刻的视觉印象 四 书法型字体 书法是中国独有的一种传统艺术 字体外形 自由 流畅 笔画间会显出洒脱和力量 有一种传绳的精神境界 毛笔 产生字体丰富的质感和多变的线条 有的笔画短 饱满结实 有的笔画长 挺拔结实 利用书法字体 可以让画面中的文字 的外形设计感增强 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 如下图左边图片中的红枣二字 使用书法型字体 不仅显得画面浓重有力 粗笔画的字体 使附空间减小 视觉面积加重 产生强烈的视觉感受 在设计主题上 形成强调的作用 使个性更为张扬 同时与背景中 风水化相融合 广告词也采用传统书法的 竖像排版方式 整体设计 体现了荣誉的中国风色彩 我们将其与前面的 线形字体相比较 不难看出 线形字体的设计 更加体现了 简约明快的现代设计风格 而书法型字体的运用 则更加传统 使设计中富有一种精神力量 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